錢要降下來了 債券我現在買我不是傻瓜嗎 它有分階段嘛 第一個部分可能是公司自己對於產業的前景看好 第二個階段是整個大眾的投資人 他已經享受了低廉價的利率成本 這個時候反而湧進到資本市場 它會形成進一步的爆發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投資一起變達人我是尤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談來賓 無業斬斬哥來到我們現場 你好 大家好 我們看到在美國的經濟形勢的變化 從過去原本預估的衰退風險 到後來變成軟著陸 現在甚至連不著陸的機率都開始提升了 一開始大家想的 在8月5號的下跌是臉著陸 怎麼會忽然之間在短短三個月 經濟形勢的轉變到現在 標普派指數創下歷史新高 道琼工業指數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我最近信開了一下數據 就是一個指數叫做標普等權指數 過去我們總覺得標普派指數創高 那七大科技巨頭帶動創高的 可是我看這個標普等權指數 也就是每家公司都是五百分之一 它也在上週五創下歷史新高了 這說明本輪美國股市的上漲 好像來得更為均勻 來得更為健康 來得更為全面復甦的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要特別請教一下展哥 第一個我們要觀察的是 軟著陸現在是不是反而形成了不著陸 經濟要重新加速 那第二件事情 可是美國股市現在反而 科技股變成低基期了 納指漢並沒有創高 那現在是不是某些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問一下展哥 現在經濟形勢 為什麼短短三個月可以轉變這麼快 OK 其實我們一路以來 我們都覺得軟著陸的機率比較高 你是沒變啦 對 我是沒變啦 所以變的其實 經濟數據我覺得沒什麼變啦 對啊 其實就是有一點小起伏 但是市場的人心變得很大 所以其實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真的回歸理性 但是坦白說 你說八月初殺個事先點我們怕不怕 我也怕說 是不是真的美國出事了 但是你回頭看數據 你就檢視你就覺得還好 所以其實這個 我覺得坦白說 上一次來我們有給大家說經濟人的看法 其實絕大部分真的一路以來 都是覺得軟著陸跟不著陸的機率高 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說 外資出什麼報告啊 是不是也是受到市場的影響 對不對 這個 會不會我們不知道啦 但是OK 我們維持我們的看法 OK 那這個地方我們 總經我們過去講太多次了 那個 已經沒什麼好補充的 我們就 補充一點最新數據就好了 那現在當然大家都覺得軟著陸了嘛 OK 那這邊 飛農 跟這個失業率啦 簡單講 這一次的9月的飛農 增加了25.4萬 預期是14喔 所以 一出來哇 你看大家就覺得 哇是不是經濟又一片大好 我們仔細觀察 因為它並不是單純比7月8月好 因為7月8月那個時候 還會有一些什麼 颶風的影響啊 外部性的衝突啊 它是比7月8月5月6月都還要來得好 那這麼高強度的增長 我不免擔憂啊 就很多人說 那搞不好變通膨風險了 首先問兩個問題 第一 那通膨風險會不會反而是接下來 形成另外一個大問題 那會不會擔心年準會 被迫完全延後降級格局變成升級 那對於市場有沒有影響 那第二件事情 那9月份怎麼 9月市場會比前幾個月好這麼多呢 其實當然你說會不會忽然又變成通膨再起 我覺得當然這個通膨的問題又延續了啦 過去我們講 之前重要的通膨的factor是房租嘛 對 Housing cost嘛 這一塊我覺得確實是壓下來了啦 所以你說工資這邊會不會真的推動通膨 這坦白說是不排除 但是會不會這麼快我覺得有限 因為一般來講 當然現在的狀況喔 如果是軟著陸或不著陸 忽然整個公司上來 會不會變成薪資跟通膨的螺旋 這個 不過也不一定是壞事喔 就是你現在通膨脹是因為你有錢可以買東西 對啊 沒錯 不一定壞事 所以這個地方回頭來看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只要能穩穩的穩住就好 嗯 那後面本來就 就該回到正軌嘛 嗯 那你說 鮑娥這邊啊 坦白講你說 就失業率的角度 這一次 近三個月失業率真的也是下降 4.3 4.2 4.1 對 但是我們這裡沒有數據啦 如果給大家那個 當時95年左右的數據的話 其實應該是5點多 嗯 所以這裡的事業確實是低檔 嗯 確實是低檔 但是我們經濟成長又沒有當時的這麼高 嗯 所以你說這個地方會不會很快的忽然轉向 哇 一片市場大好 我覺得倒也不至於 所以經濟數據就是一個字 就是穩啦 對 它沒有說到特別壞 也沒有說到極度量力 但是就是非常穩定的 這樣的一個緩步的就業市場狀態 對 那現在就形成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就業市場好 它當然就是美國消費不太可能形成衰退的主因 美國的GDP有70%就是來自於消費 對 這就說明了 美國GDP根本就看不到負增長 根本就不可能在未來幾個季度看到衰退 可是現在形成另外一個問題是 可是美國的製造業平安就是沒這麼好 對 美國的服務業平安的確在擴增 可是製造業這麼差 讓我們過去一直懷疑 到底是最後服務業被制造業給拉下來 還是服務業把製造業給拉上去 那現在您的看法會是認為 服務業會繼續擴增 最後讓製造業迎來終端復屬嗎 其實服務業擴增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 對 因為坦白講從那個 那個就業人口的數字來比 比來看的話 我們今天沒有給大家那個細項 坦白講細項來看真的是餐飲服務業 醫療 健康這一塊 教育這一塊 大概是增長人數最多的 對 所以客觀講美國真的還是服務型的經濟 那你說製造業會起來嗎 我覺得這個地方喔 我有好奇他如果軟着陸 他能夠不起來嗎 這個地方 坦白說因為他們的製造 真的就是大的嘛 飛機什麼的 你說碼頭工人到底算製造業嗎 好像不算 一半服務一半製造 對好像不算 所以這個部分 然後聊到這個話題我覺得也很有趣 你說碼頭工人 哇 談判 勞資談判 哇 我要漲六成 然後還不准買機器人來 來 重點還談成了 真的很厲害 對 所以 這個我們 這個就是政治啦 必須這麼講 所以你說這些啦 實際上來看的話 我認為 真的還是在 那個 那個 非製造業還是一個重點 你說製造業這一塊 那種大型的機具啊 甚至什麼軍火啊 甚至飛機等等 汽車當然算一塊 那這一塊真的會大幅的復甦嗎 我覺得有限 因為畢竟你說美國車 這些都有競爭嘛 但是美國的經濟要增長 他也不一定一定要看到 ISM製造業 進行採過指數上行 對 反而看台灣的製造業 看AI伺服器賣得好 是一個更具的領先指標 對 好 那美國的經濟大概是如此 沒錯 可是現在問題在於 可是現在股價也不便宜啊 就是說如果你說 啊 終於要軟着陸了 終於要重新加速了 所以呢 在經過8月份的重點以後 我們終於也迎來了去估值的一天 可是現在各大指數都在陸續創下歷史新高 那這個時機點我們會不會擔心 反而有更多泡沫的疑慮呢 現在會不會迎來了 真的是邪惡第五波 真的是史詩級繁榮 史詩級非理性繁榮的區間 大家會擔心啊 就是經濟是真的好了 但是會不會股價現在真的也高了呢 ok 上一次我們講 我們口頭就講到 我認為AI的泡沫 可能才要正式啟動 因為前面真的是獲利有堆疊上來 所以你說實際上比較網路泡沫的時候 那時候是 有一個公司後面只要加個.com 然後企劃書寫一寫 丟出去就有人付錢了 但是現階段好像不是啊 你回頭來想 這一段OpenAI是什麼時候 Chart GDP是2022年 2022年的11月嘛 那你說到現在其實兩年了 對不對 那中間是誰投 最知名的當然是微軟 所以你不是說微軟不懂吧 你說當年1998年 Onier投資Google 你說他懂 這我還真的懷疑啊 對不對 但是你說微軟不懂Chart GDP 我是覺得我不會這麼看 那另外當然 泡沫正式啟動 上一禮拜 上次來我們的論點是什麼 我們說大家可能會形成一個Chicken Game 因為伺服器 你有我不能沒有 你超級電量 你有我不能沒有 所以大家就會投 但是實際上來看的話 剛剛的那個Roam Map其實很遠啦 現在才講到GP200嘛 其實你說下一代什麼Ultra 再下一代什麼Rubin 很多投資源朋友都在跟我講說 Rubin是誰誰誰誰打入Rubin的那個供應鏈 所以其實 實際上後面都還有空間 然後那我們回過頭來 回到理性的角度 到底有沒有 這叫過度投資 來我們看下一張 這台積電營收嘛 9月營收開出來又不錯 所以第三季的財報第一欄數字出來了 然後這個禮拜 他已經破高標了 對啊 對啊 這禮拜又要開法說了嘛 那開法說到底怎麼樣 只要毛利率起來 怕就過囉 那所以今年可能 年初的時候大家估38塊 現在已經估到大家估42了 現在市場平均都講42 那明年呢 會變54 這個數字 你說台積電有沒有推升的空間 我覺得也有 但是另外一個 我們那個跟大家回顧一下 10月8號的時候 其實在華春 那個DC啊 這邊的AI 那個 Sami DC的這個 人工智能峰會上面 這個高管嘛 輝達的高管 講說什麼 Blackwell的晶片殘能 第四季度應該會是 25萬到30萬片 貢獻50億到100億 明年初的 75到80 會比第四季度增長3倍 但是這裡啊 他講明年初到底是什麼 是EQ還是明年的上半年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OK 我們來對照一下上次的數字 上一季 營收是300.4億 然後資料中心是多少 263億 那你說這裡呢 Blackwell可以貢獻這麼多 那這個地方 會不會第四季 回答營收又跳起來 而且之前在電話會議就在講 就有那個研究員在問 他說你們估 估毛利率的狀況是不是說 接下來的毛利率會下滑 公司一直澄清說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認為毛利率還會上升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可以注意一個點 出貨的順暢的程度 而且這兩天的消息又說 明年12個月 我的晶片已經被訂光了 要再下一波的話10個月之後精早了 所以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你說包含輝達 包含台積電 是不是都是看多 我認為這個沒有問題 我客觀講是這樣 不過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現在的確 但是股價從本益比的推升角度來看 的確相對於當時8月份 已經稍微做了一些估值修正 那問題就在於 就好像一杯啤酒 有泡沫是很正常的 但這個泡沫到底有多大 是有半杯都是泡沫 還是現在就是一咪咪是泡沫 那我們都清楚從8月份以後 像是納指費半 都做了一定程度的估值修正 可是當時對於估值修正 所提出的那個疑慮 就是你對於AEI的投資 對於未來幾年 你能夠達成的營收回饋 到底有沒有達成 這件事情到目前 還是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 為什麼 大家只是強調 對於AEI 這個過度投資的風險 遠遠小於 對於AEI不投資的風險 那現在的問題在於 那邊泡沫 到底泡泡的幅度有多大 你說AEI的行情 泡沫正式啟動 從正式啟動的邏輯來看的話 它的展望 至少從時程來看的話 我們要看到什麼樣的警訊 才能夠說的確有一點過度投資了 其實當然 如果我們從 我們很難從那個結論來回推嘛 對 但是我們可以從什麼 從出發點來推 這個地方我們的角度 有沒有過度投資 我們就把這個四巨頭 這個 CAPEX除以EBITDA EBITDA是那個嘛 Earning Before 這叫 Interest 利息 稅 折舊跟攤體 這個台灣比較少用嘛 所以我們稍微講一下 但是簡單講 如果以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這個不用我解釋啦 我們看圖就知道了嘛 不高 真的就是正常隨位啊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什麼資本支出創下歷史性高 但是由於它的總營收也創新高了 總利潤也創新高了 看起來投的比例就沒這麼多了 對 所以這個數字 那個有沒有Overinvestment 就是這個數字 剛剛CAPEX嘛 然後CAPEX除以營收嘛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什麼 自由現金流量 自由現金流量是這個 我們簡單講 營業活動的現金流量 減掉資本支出 意思是說 我做生意賺到的錢 夠不夠我去投資 如果不夠 自由現金流量是負的 那我要幹嘛 我真的要投資 我就要借貸 這就會造成企業的壓力嘛 那當然在降息循環 這個企業壓力也會降低 這是一塊 但是咧 這些科技巨頭 到底是不是拿賺到的錢來投 這個也是一個觀察點 因為真的要進入去坑game 是說不行啊 我真的借錢我也要來拚啊 跟打仗一樣 最後比得是比國利啊 對對對 所以現在有沒有咧 如果來看的話 這是Amazon嘛 當然你說這裡 騎來好像也蠻快的 但是其實亞馬遜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他是存活過網路泡沫的 但是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你會發覺中間有一整段 好幾年的時間 都沒賺錢 但是永遠都有錢 就是一直可以融到錢 真的也是很厲害 但是你說真的就把它王國建立起來了 這是一塊 那Google本來就一度相對保守 有過度投資嗎 其實還好 對不對 這是Meta 你說前面投還更多了 前面還沒賺那麼多 對不對 那你說現階段其實也都合理隨位 然後Microsoft 欸 前面他是投ChatGPT 也投不少錢嘛 然後後來跟誰 貝萊德嗎還是誰 說我們要弄個300億吧 還100億 對不對 就說要再來投AI 所以你這就四巨頭來看的話 基本上我們看不到有誰是真的 哇已經捉襟見走了 你也是點出一個迷思 這過去我們總會覺得 欸 這現在經濟也沒多好 AI前景也無法確認 但是你們都投這麼多錢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的 只是一個絕對金額 從相對金額來看 這一些幾大巨頭啊 在疫情期間已經不知道賺了多少錢 他賺那麼多錢 你倒是說也沒有地方投 對不對 所以呢 往這個方向反而是一個契機 這讓我想到喔 前陣子我去美西嘛 然後在西雅圖 有去那個Amazon Store 它是無人商店 然後裡面就是 你隨便拿幾個東西 就直接走出去 你也不用付款 那我本來以為 它的模式有點類似 像那個UNIQLO 就是你把衣服拿了一群 可能過出口的時候 它可能就自動掃描了 可是後來我發現 我拿麵包 拿水果也是直接走出去 我就在好奇 他到底怎麼做的 後來我才知道 他們真的是有數百顆攝像機 就對著你 然後來運算說 你到底拿了哪些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背後就是 關於AI 不管是AI的發展 對於自駕的發展 對於長期前景的發展 這些都是一個 實質的資本支出和投入 好 那我的想法是 那你說現在才剛剛開始 可是股票市場 你總不會說現在是出城段吧 那麼資本市場 跟它的資本支出和業績的關係 我們要怎麼來確定 現在是處在什麼樣的一個位階呢 OK 如果回到這個角度來思考的話 上一次來我們講說 現在的大環境的背景很像1995年 但是如果回到1995年去看的話 基本上是93年開始進入降息的循環 然後95年這裡開始低檔 然後98年遇到一次什麼LTCM的狀況 然後後來才進入升息 所以簡單講現在 跟當時的狀況 現在我們是高位階 我們現在可能是類似1993年1994年 利遇的高位階 對的時間點 然後你看當時的網路泡沫 你的意思是 你暗示還有七年牛市可以什麼 我們就抓簡單一點 也許三到五年的多頭 可能還是可預期的 OK 因為降息循環通常 你說一個經濟cycle 我們抓三到五年合力 對 所以這個降息循環 是不是有機會再來推升 那你回過頭來去想 網路泡沫當時的狀況 我們就說 你真的什麼都不懂 我就敢丟錢給你 因為我覺得打抗好像很厲害 Onir都可以投Google 對不對 你說實際上來看的話 現階段 跟當時現在利率是高位 我們講Chad的GDP是 前年的11月 是微軟去投的 微軟不會不懂 但是當時還是在高利率的水準 所以我資金成本是高 但是我還是願意投 所以今年降息以前 投的七大巨頭 它是真的很看好AI 對 OK 就是即便成本這麼高 我還是投 OK 那現在降息了呢 那更多也許 對於這些巨頭來講 我的成本已經降低了 我繼續投沒有問題 不投白不投啊 錢那麼便宜 是不是 對於資本家來講 對於大的放來講 哇 真的我錢要降下來了 債券我現在買 我不是傻瓜嗎 它有分階段嘛 第一個部分可能是公司 自己對於產業的前景看好 第二個階段是整個大眾的投資人 他已經享受了低廉價的利率成本 這個時候反而湧進到資本市場 它會形成進一步的爆發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我們走的行情 可能真的是一路走到 整條降級循環來到尾聲 對 因為當時2000年確實也是生息錯過泡沫 對 所以這一次就看 然後另外這個地方我覺得 從籌碼的角度也可以思考一下 這庫長股的計畫 揮達推庫長股就要在這裡 對 你說這個時間點 雖然稍微拉回 但是那天我也在友台上節目 我說 如果 我是揮達 我要推庫長股 我當然是希望買低啊 對啊 我也不希望股價漲那麼快啊 但是你看 其實說真的 你講完 買低的時間也很有限 就上去了 那怎麼辦 我還是得賣啊 對不對 而且 以歷史未接來看 歷史經驗來看 庫長股通常是什麼 大環境不好的時候 公司覺得我真的被低估了 所以我願意公司拿錢出來買庫長股 所以 可能是整個景氣循環的庫存調整的時候 他才會做 那現在景氣也不算差 至少對揮達來看 對 他還敢來進行股票回購 對 而且股價是真的就是歷史高位嘛 那為什麼這時候推庫長股 錢太多 而且不是他推哦 微軟也推哦 對 這些巨頭為什麼都推庫長股 嗯 我認為啦 買回庫長股通常有兩個作用嘛 註銷股本嘛 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 發個員工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不是公司有什麼新的激勵計畫 嗯 那明年是不是有什麼專案 齁 所以後面一定是成長我才有這個誘因嘛 至少都是從利多層面來看的 對 然後另外這個地方這個是加拿大的券商啦 雖然我不知道他怎麼統計的 但是他裡面 這個數字應該藍色的部分 他說那個S&P500被庫長股推動的 喔 buyback推動的 嗯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一件事情是什麼 其實很大幅的成長都是 庫長股 嗯 在推的 好 所以這個地方 當輝達推庫長股跟微軟推庫長股的時候 我就覺得科技股肯定還沒完 OK好 那這個時候就要回過來了 科技股還沒完 可是問題在於 我們看到好像從 這一波8月份的修正以來 好像持續創下歷史新高的 都是道瓊 都是標普 而且裡頭其實有很多 像是金融指數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 那近期的中概股也有一些活潑 這個活潑亂跳的表現 那事實上我們如果具體觀察 好像就是那些全職股或者傳產股 防禦系概念股在創高 那我們要如何理解 過去一個季度的創高 它是為何創高 是防禦性部件的創高 是大家怕上來的 還是說現在是更均衡式的上漲 而現在由於費半和納指都還沒有創高 那如果第四季 我們真的就如同您說的 有一個做夢行情 那是不是反而現在回過頭來看 費半和納指 還是有很多被低估的股票呢 在台北股市當中 電子股還是有很多被低估的呢 對 其實前面的這一段 我們講從今年上半年 甚至從去年一路延伸過來 科技股都是強勢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輝達確實整個也是高歌猛進嘛 你說整個營收的狀況 那這邊 你說這一段過程 其實輝達已經整理很久了 那整理很久 為什麼大家會想說 我要幫我買道瓊 我要幫我買S&P 甚至我們講羅素 因為我真的覺得看到 好像景氣真的要回升了 而且央行也開始告訴我要降息了 那這個時候 我當然對我來講很簡單的 前面科技股如果我有做 我已經賺翻了嘛 那我賣掉很正常 那我賣掉我總要配置一些其他的嘛 消費也好 金融也好 甚至周期股也好 所以大家都在找低基期 對 因為這些是降息有利的 所以之前我們講消費 還是可以做嘛 甚至金融還是可以注意 周期股 這些其實你說 資金上面有一部分配置到這裡 合不合理 其實也合理 因為畢竟 科技股高檔可能震盪會大 對 除非我看到下一波的增長 我確定增長了 那我再回來壓科技股 但是其實這兩個禮拜 很多外資也在寫 寫報告都說 其實科技股就是要峰會 就要買了 不然可能也上不了車了 來不及了 對 那如果我們這樣看喔 現在剛看的是道琼 是標普 或者是其實輝達股價也快創下 歷史新高了 大型股到目前為止 其實都還是表現強勢 而且是不分產業都很強勢 那中型股和小型股 現在反而大家有 新一波的做夢空間 因為我們講的小型股 羅素2000 它真的是從21年的高點以後 就再也沒有做突破了 它跟本輪的22年以來的 擴存週期 好像都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中小型股的部分 我們要如何來觀察 它跟利率的連動性 隨著越來越寬鬆的環境 真的有利於它的持續拉抬嗎 還是說 如果經濟到處真的太好 連準會可能降期時程又延後 它最後還是會落後 給這些大型科技股呢 剛才您的看法很簡單嘛 能夠做夢的就是要賭科技股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要做大的還是做小的 OK 當然我覺得大的OK 大的我覺得還是沒有問題 還是真的要早就介入 然後你說至於小的咧 這個其實我們剛剛講 降息會受惠的消費等等 還漏掉一塊 其實很多人的看法是什麼 中小型會受惠 因為他們是對利率最敏感的族群 那這個地方當然中小型 應該是前幾次 某一次的節目我們有講到 我說在羅素2000 那時候我們也是拿利率來做比對 我們說實際上羅素2000的數字 其實更能反映實體經濟 那如果現在看起來GDP的狀況 確實還是維持3%的成長 其實還是不錯嘛 那就代表美國經濟不錯 那美國經濟不錯 那應該怎麼樣 羅素2000應該要給我創高才對 對啊 所以這個我覺得 接下來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因為你說真的大公司好 不見得全體好 但羅素好 基本上 疑慮就降低很多很多 OK那回過頭來看 那接下來看台股 可是台股跟肺半連動度又特別高 那我們要如何理解台北股市現在的位階和機器 因為台北股市說實在的 量能這幾個月也沒有說多大 那市場上又會擔心 如果美國經濟真的變好了 那美元指數就會保持強勢啊 那台幣怎麼走深呢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看兩種角度 第一台股如果接下來要挑戰前高 反映著全球景氣 那是由外資的回補回來的 還是我們要再引發一次00940 還要再一次ETF的賣盤 要不然台股對於創高 接下來在第四季會呈現什麼樣的狀態 其實當然了 如果我們講大型科技股會好 我覺得台股也不至於差 因為這個地方當然台積電當然是龍頭嘛 那近期我們也看到很多低檔F4啊 低檔也都開始動 所以看起來高低階會有一個輪動 這個也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標的其實很多 ok 那如果台股這一塊 我們實際上來看的話 我們技術面 這邊是M頭嘛 這邊W底嘛 其實很明顯嘛 頭小底大 所以原則上以技術分析的角度 偏W 對理論上要創高 ok 所以創高是不是落在第四季 最慢可能也沒有第一季 我認為狀況是這樣 只要沒有什麼特殊意外 就是什麼 對不知道 就特殊意外 黑天偶就猜不到嘛 但是ok 那另外我們從均線的角度 趨勢的角度 長線我們講半年線跟年線 一路都還是維持多頭 所以長多不變 但是勒 前面跌破季線大家都很怕 那時候這裡跌下來的時候 已經表態已經有方向了 但是你看 真的又上來了 然後月線已經翻揚 那季線呢 我在做資料的時候 禮拜四 是扣到最高點 嗯 那扣到最高點 這一段就是殺四千點的那一段 嗯 欸 你看喔 會急速的下滑的時候 意思是 季線隨時可能翻揚 嗯 所以中線的中多再起 而且 結論是什麼 我說行情隨時有可能會發動 嗯 因為現在時序已經進入到 10月的下半月了 對 差不多第四季 對 剩兩個禮拜 美國總統就要確定了 嗯 10月初我們跟大家講的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不確定性都消除了 對 包含碼頭什麼的 那都過了嘛 對 日圓什麼都過了 中國也過了 對啊 你這樣一講 好像沒力控 找不到 你唯一剩下的變數 只剩美國總統啊 對 選完你這個不確定性也沒了 欸 對 真的 而且我們很多朋友回來都說哇 川普上來經濟超來變好啊 很多人就這樣講嘛 對不對 所以你說 哇 很多人怕川普什麼的 說真的 越到後面 我就越想就覺得 真的川普上 好像也不會怎麼樣 OK 所以不確定性的消除 反而對於第四季 形成了奠定的基礎 那回過頭來看 反而現在的台北股市 變成一個彎腰緊鑽石的時機啊 因為它的機器相對於美國股市 很多股票還算偏低嘛 這也值得大家來多做些留意啊 當然投資朋友更多的興趣和想法 想要了解啊 趁現在行情 即將要發動同時的起步時值 這個時候是不是能夠 從展哥的邏輯來當中 去尋找一些市場上 還是有偏低激起 而且隨時發動的概念股 當然投資朋友更多的興趣和想法 也可以加入展哥的Line8 以及YouTube頻道 裡頭除了有宏觀的訊息 也有微觀的操作 提供投資朋友 多做一些參考和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台股達人秀 再相見 感謝展哥 感謝各位 本節目所推介商品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воз省護ala 資料僅働討討討括 我們 Library ince 水 進去 fi